法國的羅伯·蓋伊亞和羅伯·加羅迪是一對孖生同胞 他們從械堤時代起就分居於法蘭西的南國和北疆 這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他們三歲的時候 就因為一方有外遇而離婚 他們的父母離婚之後就再沒見過面了 羅伯·蓋伊亞和羅伯·加羅迪兄弟是長大之後 才各自從一些非常秘密的信件裏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孖生兄弟 但是當他們問起現在的父母的時候 他們的父母都表示已經很多年沒有聯繫 所以也不知道對方現在究竟在哪裡 後來在他們各自的調查下 他們終於相互聯繫了 不可思議的是他們成年之後都不約兒童地始至於醫學 他們兩個人對醫學的癡迷都讓同學們感到驚訝 當他們各自以優秀的成績從醫學院畢業之後 分別在昂魯和尼姆的兩家醫療機關就業 沒多久之前 羅伯·蓋伊亞和羅伯·加羅迪兄弟兩人靈感來臨 各自寫了一篇題為精神治療之研究的文章 寫了之後 兩個人又不約兒童地修改了一番 他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都算不錯 於是就找到了法國的大眾健康雜誌的地址 在同一日的時間裏投給這間雜誌 就是這樣 羅伯兄弟同時向法國的大眾健康雜誌 投寄了題為精神治療之研究一文 當編輯部的人員收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他們都驚訝了 由於這兩篇文章的內容 段落安排和措辭造句 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是驚人的一致 這就令到編輯部的工作人員滿腹疑團了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飄舌者呢? 為何會這麼相同呢? 而且從他們的郵戳來看 他們是在同一日把這篇文章寄出來的 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當編輯部的人員知道他們倆在一雙包胎之後 就更加驚訝了 醫生說這個迅速是一種天衣無縫的巧合 來吧 有些人